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酵 医检师正在防疫最前线和每个检体奋战 我们来听听在高雄荣民总医院担任医检师的陈其香 他过去这一年来的防疫心路历程 陈其香在高雄荣民总医院维生物科工作超过27年 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更认识了医检师这个工作 他们是站在最前线与每个检体奋战的第一人 4月下旬海军爆发 磐石舰群聚感染 陈其香被紧急召回上班 面对大批检体涌入检验室 他与同事通宵工作没停下来 一直到隔天凌晨 新冠疫情对人类是一场集体考验 也是一次集体反思的机会 在岁末年中陈其香的最大期望是疫情赶快过去 人们不再重蹈覆彻 重返过去安全安心的生活模式 这次疫情让大家看到医检师 但是其实我的感觉是各行各业 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非常的认真 然后遵守我们国家的防疫政策 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么安定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国家队 这次疫情 怎么经过 我们下令人 早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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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